歡迎收看現場 帶您來看到韓國瑜在遭到罷免之後 現在根據網路溫度計網站的統計 雖然韓國瑜目前網路聲量仍舊是高居榜首 但是進一步分析之後能發現呢 他的網路聲量是在6月6號當天 達到這三個月以來最高點 之後就開始一路下滑 任期最後一天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淚灑道別音樂會 只是卸任市長後 韓國瑜網路聲量仍舊高居榜首 根據網路溫度計網站統計 韓國瑜有高達312萬5490篇 網路文章及新聞的網路聲量 其中網路好感度的部分 正面占14% 中立占67% 負面則有19% 韓國瑜應該是史上最值得研究的 一位政治人物之一 因為他的暴起暴落 就像現在的極端氣候一樣 那這些網路聲量的起起伏伏 我們都做參考 他對於國民黨還是有很強大的影響力 韓國瑜人氣看似不受被罷免影響 但進一步分析 細部資料顯示 韓國瑜的網路聲量在6月6號當天 達到這三個月來的最高點 之後就一路下滑 直到國民黨確定 徵召高雄市議員李梅珍投入市長補選 最後我們決定徵召李梅珍議員來參選 被點名是李梅珍出現的幕後推手 韓國瑜親自在臉書上回應 也讓他的網路聲量有所提升 草鞋聯盟發起人李正浩臉書發文 卸下根據資料顯示 李梅珍確定被提名參選時 聲量才突然爆增 李正浩更很酸 自己再努力一點 說不定就能參選高雄市長 提名之後這個聲量爆增很正常 那這個新人一定要加緊腳步 這個是一個危機 但是就是要努力 韓流退燒 連帶影響藍營自家人 如何激起網路熱度 成了國民黨一大考驗 記者交過風黃心 台北採訪報導 李明鏡